快看,不要怀疑,这部影片的声音几字幕都是直接用AI翻译的 还有口型同步的效果哦 嘿,我是忍者妈妈,带你使用AI工具完成自己的动画作品 对于想要跨足国际市场的人 不论是自媒体、商品广告、电影、卡通等等 如果可以做好一部影片,剩下就交给AI帮你翻译 一键搞定,谁不想要呢? 很久以前,我们曾经介绍过一个AI工具 它可以将影片翻译成130多个国家的语言 但是用起来成本很高 我们今天要来讲一个类似的工具 目前是限时免费使用 意思就是这个功能以后会收费 首先我们来到CapCut的网站 CapCut就是剪映的国际版 剪映的电脑版也有这个功能 但是它需要有一些认证才能使用这个功能 非常麻烦 所以我们今天用国际版的CapCut来讲 一样用Google账号登入 在左手边选择魔法工具 拉到下面有一个音讯影片翻译器 点进去上传你要翻译的档案 选择语言 目前有中、英、日三种 勾选对嘴 就是口型同步的功能 然后这里有一个免责声明 意思就是不能随便拿别人的影片来用 否则后果自负 这种尝试一定要有 然后选择翻译就可以先去做别的事 这边转档需要一点时间 转档完成之后影片左下方按下载就可以了 那如果我想要加上字幕呢 可以点选右边编辑更多 来到CapCut的影片编辑区域 点选左手边工具列的字幕 这里有四种方法 选择第一个自动字幕 选择语言 按产生 字幕生成完成之后 不要按到滑鼠 右手边工具列有一个基础 可以调整字幕的字形格式 为什么不要按到滑鼠呢? 因为按到之后 后面再选取字幕 那个工具列就不会出现 就要再重新转一次字幕 这应该是它的bug 另外如果调整字幕的位置 它会全部统一移动 我首页的文字位置 如果跟影片中的不同 可以点选左手边工具列的文字 另外加一句 然后把原本字幕的那一句删除 最后右上角点选汇出下载 选择你要的解析度品质格式 按汇出就可以了 关掉视窗后 只要档案没有删除 我如果想要再开启旧档编辑 可以回到原本影片翻译器的页面 选择编辑更多 你就可以选择开启上次的专案 或是重新建立一个 这边要注意一下 你在cap card上面上传或下载的档案 它都会存在你个人账号的空间 但每个账号的空间额度有限 如果满了 后面就没有办法使用 档案下载到自己的电脑之后 不会用到的部分 最好删除 另外还有一点很重要 上完字幕的档案 我下载后发现它没有声音 所以前面在这边的档案一定要下载 之后再开启简印 导入两个档案 再有声音的影片按右键 选择音频分离 然后删除这个影片 再汇出档案就可以了 这应该也是它的另外一个bug 还有字幕的部分 没有繁体中文可以选择 如果要上繁体中文字幕的话 可以看我以前的这部影片 这边的影片翻译 目前最多可以转五分钟 它的声线是跟着原始档案的声线 还不错 我这次做了几个测试 中文转日文 英文转中文 英文转日文 想看最终成品的同学 可以在资讯栏的下方 找到影片连结 至于翻的怎么样呢 中文的有些词当然是不会到位 日文的部分 欢迎听得懂日文的同学帮忙留言哦 就在我录好影片的同时 发现这项工具被下架了 不知道是在修复bug 还是不给用了 犹豫了一下 最后还是决定 把之前测试的影片放上来 做个记录 如果这个工具不再上架 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还是有其他方法 可以达到同样的结果 只是步骤多了点 首先我们可以用上次讲的翻译工具 Immersive 先将原本的中文影片字幕翻译成英文 再到Eleven Labs 或其他文字转语音的工具 将这些英文字幕转成声音档 最后再用简印合成 需要花一点时间对齐就是了 可以调整影片配合语音的速度 或是调整语速来配合画面 如果需要口型同步的功能 再到Lalamoo或Sync Labs就可以咯 还是可以做到 只是要多花点时间 今天分享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 是不是很简单呢 赶快去试试看吧 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 按赞还有开启小铃铛 让我们一起站在 AI这个巨人的肩膀上 看得更高更远吧